一台化学潮车今天上午行进台二县滨海公路时疑似精神不济 一个大弯自撞护栏 整胎车就翻路了三公尺边坡 而驾驶一度受混车内 救出时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松衣之后宣告不振 而货车载运的氯化盖泄漏 虽然是无毒但是大家也不敢大意 穿上了全套的防护衣裁样 另外潮车吊挂过程也使用消防洒水防护 确实驾驶状况因为它受困车内意识昏迷 现场满目疮痍 搭遍护栏遭撞断 路面上车体零件四散 不难想见当时撞击地道 一台化学潮车侧翻在边坡 车底严重扭曲变形 后方在于氯化盖的罐装桶遭铁蓝化破 一个大洞氯化盖泄漏路面 具有服饰性质的氯化盖坏泄 虽然没有毒性 但潮车翻落的位置一旁就是大海 就怕污染环境 专业技术小组穿上防护衣 爬向边坡采样 12号早上7点 一台在于氯化盖操车 行进台二线滨海公路往进入方向时 驾驶疑似精神不济 过弯时直接冲破路边护栏 整辆车掉落约三公尺边坡 路边还留下长长刹车痕 驾驶一度受困 车内消防员破坏车体将人救出 但驾驶伤势严重 送医宣告不治 驾驶够弹车头 然后我们离奇使用破坏器材 将它脱困 救起来患者是情况回弹危机 阴灾运化学物质后续处理 都不特别小心谨慎 氯化盖外泄影响程度 还有在环境部检测评估 记得蔡志恒金融报道